我叫多基剪輯 一開始先開一個新的專案 我錄影了嗎? 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開了以後呢 按右下角的創造 把你的介面改成 editing 把素材揮進來 拉到Project 然後我們現在呢這四支影片呢 是在同一個地點 然後這個四個 鏡頭應該說攝影機架的位置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去抓他的同步點 同步點呢大概就兩個就是急掌了 所謂的同步點呢大概就是說 這四支影片因為在不同的地方 開機然後去拍片 那我們必須要抓一個 就是同步的一個 Synchronize的一個點 那這邊的點大概就是急掌這一段 所以左右方向鍵去抓 那再來呢就是你要注意 你的輸入法是ENG 這個時候應該按快速鍵M 左右方向鍵是格放 M可以加一個Marker 一個助記 那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用A的Marker 也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Video 先拉到這個地方 去產生一個Sequence 你會看到Marker在這邊 有一個助記在這裡 然後第二支影片 它可以用畫面 比如說畫面有個閃光 或者是可以用畫面的聲音 畫面裡面可能用一個聲音 一聲可以同步 或者是其實有一些器材可以這個不同的機器 在拍的時候直接設置同步點 這個是有這種東西的 然後我們現在呢去看 快速鍵M 或者是剛剛說Marker裡面的A的Marker OK 然後把這個Video2拉進來 Multicamp Video2 3 其實我覺得不用抓到很精準 但是也不要插太多了 就盡量大概 這邊大概可能M是這個啊 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第四支 M OK 所以這邊呢 就是四個Video 這邊都是一樣的那個 集長的Marker 然後現在呢 這四個Marker 助記要同步喔 所以這邊要對齊 按右鍵全選以後 選取工具 框選 右鍵 Synchronize Marker OK 它就同步了 再一次喔 選取工具 框選 右鍵 Synchronize Marker Marker OK 這邊呢 續翻怎麼放拖拉對齊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檢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對齊到 眼睛關掉 有 有 有 對不對 所以眼睛就全部開了 再來呢 把四個影片全部選起來 按右鍵 做 Nesting 潮狀結構 就是四個變成一個Sequence 我們知道Premiere裡面呢 最大的單位是專案 次要的單位是Sequence Sequence 所以最大單位是Project 然後再次要單位就是Sequence 就是一個專案裡面 可以有好幾個Sequence 好多間接喔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Sequence 就是在包一個Sequence 就是做潮狀結構 你看按右鍵選Nest 他就變成潮狀結構 NestedSequence 所以看起來是一個 事實上點兩下 他其實還是四個 OK嗎 這邊可以切換標籤喔 所以剛做的東西就是 如果Undo回去喔 Ctrl加Z 框選 右鍵 Nest 潮狀結構 OK OK嗎 好 做到這邊以後呢 現在他已經包在裡面了 點兩下你可以看得到他這些東西 回到這裡來 按右鍵 執行 啟動多機剪輯 啟動多機剪輯喔 OK 然後再來呢 這個畫面要切到多機剪輯的畫面喔 Shift加0 如果你不喜歡快速鍵 Shift加0的話 你可以去找這個按鈕 拉進來試試看 從這邊按加號 拖拉這個下來 OK 我們來看看 關開 OK嗎 所以這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在於 潮狀結構的 sequence 必須要啟動多機剪輯 第二個 這個視窗要開 多機剪輯的視窗要開 開的方法有兩個快速鍵 按Shift加0 第二個是加 按 這個按鈕 拉下來 OK嗎 拉下來 拉下來以後點他 先坐到這裡就好